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南妮表示 掌握绿色基础设施总估值超过200亿元的投资机会 将有助开发区域绿色经济的潜力 而方法之一是把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建设这类的基础设施 亚洲基础设施办公室和区域同行签署四项协议 内容着重在能源和废水管理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 在亚洲基础设施论坛上表示 通过绿色转型各国将能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亚洲基础设施办公室表示 到了2030年东南亚国家每年需投资约1600亿元 用于建设可持续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